岳芙霖 因为这首歌本身我真的太喜欢了 刚刚最开始演之前 我还跟那个我们张亚东老师说 我觉得中国所谓的朋克 都没有写出过这么朋克的一句话 就是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我觉得这句话简直太来劲了 然后呢 当然那个药英老师说 好的歌手会自个儿带automation 但是您嗓子里带效果器 对啊 我觉得他自己挂了一堆插件 你知道吗 你不用加时针 你明白吗 他那个低音自然就是那样 我得贝斯加多少时针 才能出你的动静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说好嘞嘞 说好嘞嘞 诶 李宾老师 你的录完音之后 你会找制度人去修唱吗 说我在一分三十七秒 那个呃这个呃这个音的时候 您能帮我调的带呃一点 你会吗 会的 会的 会你看啊 真的 我给你讲一个张亮颖的事情啊 我在帮他做制作人的时候 有啊 有一次录歌 录完歌 我在棚里混音 他在演出我不知道在哪儿 然后混完发给他听 他说 三十秒哪个字要怎么样 我说好吧好吧 弄一下 然后过一会儿又发给他听 说好了吗 他说 好了 差不多了 我关了电脑以后 他突然一个微信 啊 四十五秒 那个字 我 呃 开机 然后改那一个字 改完了以后 我懂 没有了吧 他说 真的没有了 然后我关机开车 已经在回家的路上 半路 竟然还要给我发 递多少秒那个字 然后我就没理他 在家里躺了一会儿 再给他发一遍 说改了 然后他说 哇好棒 啊 真的 这是能说的吗 这才是音乐制作人该干的事 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nice 我 我觉得他最有代入感的 其实是第一段的念白 对啊 就是你的念白是让人觉得很有故事性 你就觉得这个人要 故事要开始了 我们觉得下一段就是请开始你的表演 但是我就想说 因为你知道你到第一段副歌的时候 用比较低的声音念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的时候 我很怕你第二个副歌还是这样 我很怕纯实验 同理 我也觉得第一遍副歌的时候 他所有的后面的伴奏和所有的乐器 给得太软了 感觉歌一下子贪了 当时我也慌了一下 但是除此之外 我越来越喜欢你了 谢谢 其实刚才老师有讲到那个第一段副歌的地方 这首歌虽然说作为我一个人来演出 但是这首歌也有anti帮我编的曲 也有齿八神帮我做了一个契约的演奏 那在副歌的地方我就是意识在想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尝试着 人与乐器的合作有一个新的方式呢 比如说当你需要那个气带值的时候 我反而往下压 明白 然后让那个让那个乐器这样突然出来 我觉得好吧这是一个想法一个改变 但是这是一个不太好的想法 针对这首歌真的不太好 这个歌所有的力量 那种怎么说全部被切断了 而且我觉得崔健是一个节奏大师 刚好你有个别地方 给他我认为是他最原来最得意的地方 你给他破掉 我觉得音乐是个时间的艺术 就是在这一个时间段 我怎么让你达到那个点 抓着你 抓着你 对我不能放掉你 所以我很复杂 我不知道也许我也老套了 知道吗 因为可能咱们听了太多遍了 我们听太多遍 太多遍这个歌了 可能我需要再听一遍你这个 总之我是觉得在听这个的时候 确实我没有找到原来听那首歌的那种快感 那种感觉 但是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有什么问题 只是我不太确定 明白 谢谢老师 《鬼变》真的很能胜任这首歌 但是他把这首歌里最精彩的地方 没有唱到 我就会很失望 《鬼变》很爽对不对 说听这歌 最来劲的几下没能上 而且到副歌他放慢了 也很有意思 这个很矛盾 就是因为听原著啊 听太多遍啊 太多太多遍 比如说今天等着热相机上 3.2.1 这个 你一旦没有这个就 没有感觉那句太爽了 对 我觉得冬哥你是听了原来的 你觉得这个铺垫太长了 你想要 我80年代第一次听到这个歌的时候 就是那个时候我还在山西 就是北京 崔剑他们是什么样的世界 就完全不能理解80年代他做这样的音乐 《鬼变》后来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年轻 他要是早生十几年 他一定是扭曲机器那帮人那帮人 因为那段没有HIPHOP的这种 是 就是你找这种嗓子 你只能去那众说那种 对 那一波里 再把舞台交给段兴华 川子 闪闪 他演唱的曲目是 《泪淡淡》 闪闪加油 川子加油 段老师 段老师 加油 把这个活做完 咱们以后分道王阳彪 好吧 我删了 我删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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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 我真的 我觉得我真的没有意义 你觉得没有意义 我也觉得没意义 我不做了 真的 我觉得你们都 根本都不了解我 真的一点都不了解我 最开始这个组合 这个组合是我想组在一起的 河老师 川段老师 我想改变一首《三倍名歌》 我当时想的最好的组合方式就是 有一个组合 就是段兴华老师 我跟闪闪是室友 然后正好分组也分到了一起 然后就正好就把他们这个想法 就可能实现了 闪闪的话我有个问题 就是闪闪他轴不轴 就比如说 我可以让他扭过来的 他不会不开心 闪闪他有自己的约约理念 特别这样的一个小孩 然后其实跟他沟通起来也挺累的 我用电子的手法去编民乐的那些东西 我是想的是 我们要多设计个小波折 整体有劲的地方 也有动的地方 我们一开始就先把观众拉起来 然后慢慢走心走心 你要有一个挫折 有一个波折 这个东西是对舞台效果 我对音乐性和表演性和这个整体性 是都是好的 我其实想的很简单 我不想让他把它做到 气层转合那么复杂 我想刚开始就是吊着你 就是一直吊着你 吊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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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出来 就在一个点爆发 突然爆发 突然爆发 那个歌其实是很像的 迪特那个歌 其实那首歌是我最喜欢的 就走这条老路 我觉得没有意义 可能你现在找到了一个成功的案例 你就想当 但是它一定会有更好的 你相信我 它一定会有更好的 答案它不是唯一 你越这样说的时候 我俩会越会踏实 成功的东西 保险 对吧 我们再弄一会 它指定也能成功 我不会妥协 我绝对不 而且你先听我说完 因为你在制作人的眼里 它是唢呐 我是人参 但我俩都是活人 你得给我 我会给你们一些 让它变得更灵动的东西 但是现在你们的东西 是在主导我这个歌的走向 没主导 我们俩是活人 活人以后 你得给我俩留出时间 让我俩填词也好 处理感情也好 把它弄活了 我俩不是那个音色 嘎放进去 我知道 你们也要给我时间 再给我时间 让我再颠覆一次 再颠覆一个新的东西 我希望你们相信我 真的 嗯 我懂的